看长江大桥下面一辆火车急速奔驰 每天整个长江大桥下面大概是几百辆火车 从长江大桥穿梭而过 这么多年了 长江大桥依然是坚弱磐石 质量真的是好呀 大家好我是佳哥 我们现在在临江大道汉阳门这边 这边就是武汉的一个地标 长江大桥应该全国人民都知道的 然后这边这个位置 就是汉阳门花园 原来武汉非常有名的一个市井的地方 每天有很多演出的女子演出的班子 妙龄女子 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整个公园已经没有王日的喧嚣和热闹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是武昌 为什么这个位置叫做汉阳门呢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这个疑问 比较博学的朋友们可以给大家解析解答一下 咱们今天来到汉阳门柴阳大桥的边上 还发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你看这边 这一排排全部用铁榨栏围了起来 把整个的可以下水 接近清水平台的区域 全部围得严严实实的 这铁榨栏得有一人多高 一名八高吧 而且都上了大复 之前这些区域全部都是开放的 应该是来过这边的 旅游的打卡的都知道 从这边这个位置看 榨栏的位置 下去就可以接近清水平台 现在整个产阳的水 涨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之前没有装这个铁榨栏的时候 每天这个位置是有蛮多横渡长江的班子 包括在这边细水的班子 大人小孩全部都有 武汉市民是特别喜欢来到这个位置玩的 第一可以近距离的接触长江水 第二可以感受跟新大厦的面前万里长江第一桥 但现在已经封闭了起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一封闭之后 大家看一下整个平台上面 观景平台已经全空了 看不到往日的一个人群和热闹了 此处破案湿滑 水流湍急 水情复杂 还贴着情务翻阅 现在既然是已经封闭起来了 大家就不要翻阅了 也不要想着再去下面的清水平台 去下面的边上去去水了 马上会是武汉非常有名的渡江节 就是716渡江节 现在横幅 整个咱长江大小上的标语都已经拉出来了 红色精神 国际万里长江 万里长江横渡 急目除天书 咱们也不知道这一排 布兰是一个临时性的 还是长久会保留下来 弹舞一起来了 这边就是咱们提到的 汉阳门 特别有意思 这边武昌旅 这边汉阳门 把武汉三镇两个地方给囊破了 一个的位置 这边就是城市的观景平台 咱们上去看一下 这是望远镜吗 咱们扫码观看的望远镜 整个长江 包括长江大桥 都一眼收尽在咱们面前 大家看一下咱们前面 长江里面被淹没那个红色的栏杆 这边原来下江的 红度的板子全部都看不到了 这上面还是搭配的比较好的 Hello 欢迎你 这边的熊猫 这熊猫怎么还倒了 这是故意放倒的还是什么 这应该不是故意放倒的吧 这怎么熊猫还倒倒了 前方一艘万吨巨轮 正在缓缓地通过长江大桥 在整个江面缓慢行驶 这边还有汉阳门的轮渡 可以坐船去汉口 这不是歌词里面唱的吗 这边大江大湖大武汉 城市的一个slogan 还有大江大湖的好武汉 这边咱们竟然发现了 在长江边还有雪糕刺客 蒸雪糕呀 这里面有东西吗 被清空啊 这是没有饭还是被抢购一空啊 如今的武汉早已恢复了三年前的模样 浴火重生逆风翻盘 欢迎全国人民能够来到这个英雄的大武汉 来感受一下这个历史文化名称和现代化的大都市 前方的龟山电视塔亚洲桅 好了今天的视频咱们就拍到这里 喜欢价格的视频请多多点赞关注支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